很多人做運動的地方最重要是夠近 近家、近上班 找到適合模式的 他們都會在家和上班的中途集 我見過因為風格 甚至乎不介意跨區進行訓練 風格我會這樣分 商業營、鐵管和半商業 商業營我見過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他們有很漂亮的裝修 方便地理位置 私人到極高的環境 最主要是做一對一的私人訓練 另一邊箱主打就是做團隊班 一個套裝可以玩完 隊中所有的項目 Pilitis、瑜伽、空中舞、 Body Pump、打拳 裡面有東西都可以玩齊 一般商業營運動地方 他們要求你做到的技術限量 都不會那麼高 最主要都是鼓勵客人多些去做運動 感受運動的樂趣 做得鐵管一定有獨特的風格 用各自的激勵方式 令到學員做到一定程度的訓練 有很多人會想 我平時生活做事應夠壓抑 還要特地被人去鞭策 去得的人就是要這些 喜歡我教練夠扯 夠辛苦 夠Push 夠爆漢 夠Hardcore 經常人的鐵管會專注在技術上 教練指導學完基礎技術 又保護自己能力後 會由展藥心去做Color Play 碰肩頭 碰膊頭 碰膝頭 指定的攻防 一邊出1-2 另一邊防守 到半開放式的對面 左手自由打 右手自由打 最後就是自由對連 雖然會是用合理的速度 力量和對方 但是如果你是純粹出身看 做一下運動的朋友 去到警察營鐵管 一定不是太Alright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接受到 有人兜口兜面 一拳一拳打落自己的頭 和身體上面 半想月拳管理論上 在各方面都是最平衡 但亦都最容易變成死不將 要好看一間群的信念和模式 教練在訓練上的認知講返性 可不可以令到學員更清楚明白 練習背後的意義 各有水平和經驗的團體上 做不出好主題性 既然大家投資時間和金錢 在運動身上 成為更好的自己 選擇運動的地方之前 不妨上網做多資料搜集 看看教練的資歷 上課的氣氛 訓練的模式 甚至乎 團手 出賽的風格 是否你想要的 香港絕大部分的運動產業 都是 預先式銷售 賣了一堂 逐次購 在這裏作次呼籲 理性消費 開心運動 切物借貸 卸錢緊要還 未必錢中間 在這裏作詞 製作詞 製作曲製作詞